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谈低能量电子捞射 我们所说的低能量电子捞射 其实我谈的重点很简单 我只是更告诉大家 有个AVOSPHERE 有个S跑进来 S'有出来 那在表面上在谈它整个架构的时候 当然也有表面所谓的反金格 在表面的反金格 假设原来我们三度空间3D的反金格 是长这个样子 在一个切面上 表面反金格这就会变成一条线 就切下来一条线 那它能量会切到 主要原因是Shape Effect 所以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谈了一些简单的案例 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谈了 4-1-0-0-2-by-1 我们用4-1-0-0-2-by-1跟大家解答 整个反金格它的整个思考方式 4-1-0-0-2-by-1的表面原子结构是长这个样子 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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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哪個方向就哪個方向 我們試片是長這個樣子 試片就像我的手這個 那表面剛好是square lattice 如果電子路色是垂直路色 也就是像我現在所看的這垂直路色 這樣打過來 這樣打過來的話 剛好跟這一根原廠這個剛好平行 就這樣就打下來 所以我們畫下來的會對稱 我們對稱看到的應該就看到它的頂式圖 所以我們測試測到的 如果我們做實驗測到的 就有點像這個樣子 這邊有12345到這裡 這邊看得到 所以我們大概看到這樣的 實驗就看到這樣的圖形理論上 因為1020都看得到 我們說1020看得到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跑到這來 就跑到這地方來 所以2020就到這一點 這是20 這-20在這裡 -10在這一點 所以我們有幾個點 我現在畫了這幾個點 在我們的測試圖看起來 就是在空間這幾個點 12345 這幾個點 那我們看到的是頂式圖 這是我們上一所跟大家談的 有問題請舉手 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新的發照 我們新的發照不多 我們今天就要進入我們所謂的 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 silicon 111的表面的 sulfate reconstruction silicon 111 跟它很立的 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我好像助教沒有帶那個 模型來 可以協助我一下嗎 那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一看 silicon 111 跟100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 首先我們看100 我們說 silicon 100的表面 如果是ideal surface的話 它理論上應該長這個樣子 100 上一次我們跟大家講的 就兩個在下頭 兩個在上頭 舉這個為例 這一點有兩個在左右邊 另外兩個在前後 怎麼知道前後 這兩個在前後 所以畫下來就畫了前後 現在空間 因為現在手上我沒有模型 所以這空間 聽得懂了請舉手 那上一次我在模型跟大家講說 在一方向就會 一個上來 那有三個 每一個上來就有三個 還記得可以舉手 那現在我們看111的方向 那 一個上來有三個 那就畫在我們這裡 圖檔裡頭 這 silicon 111 就我們左邊 這 silicon 111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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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我們 FCC NATIS FCC 如果我們在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還有兩個corner 四個corner這邊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位置 這個硬把它插進去一個 silicon原子 它就會撐開 就變成所謂的diamond structure 那 如果我現在斜切下來 我現在切100001好了 我切001service的時候 它插進去的地方 不會影響到第一層 第一層看到的能乃是這個 所以我們看到的能乃是squareletics 現在如果111 11就是這個切到100 010 001 所以切到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呢 切下去 我從背後看你比較看得清楚 背後看你把這個 這一個原子拿掉 它是個正三角形一直連下來 它是六方對稱 對不對 它是六方對稱 因為那插進去 插進去也是讓它下頭 所以你看不太到 或上面或下面 所以這一層看起來 就會是六方對稱 而這六方對稱呢 就是 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現在找一顆 這幾顆它就是六方對稱的圖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的最緊密堆積 可是這六方對稱 如果你仔細看第一層第二層呢 比如說我們把第一層畫在這裡 第二層就畫小的 那第三層就畫小黑點 我現在希望你集中看這一點 我把其他的拿掉 這一點第三顆球呢 就是這個球 就是這一顆 這屬於第二層 上面有一層呢 因為一根 一根就是這一根 我剛剛講的一根就是這一根 上面有三根 一根兩根 奇怪這邊還有另外一根嗎 因為這兩個重疊了 所以你測試圖看到 只是看到一根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有上下兩根 所以測試圖看起來 以為是一根在這裡 其實它有一根兩根重疊 所以你直接看上面那一根 上面這一張圖 其實就是所謂的三 這個三呢我把它立起來 就在下頭有一個 那上面就有三個 一個三個 一個三個 這個是我們C孔111方向 表面原子結構 後來認為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那正如我上一日所跟大家談的 C孔原子呢 如果這有兩顆原子 是C孔原子 那我現在要開始間接的話 我們有所謂的這個間接 它這個會有四個 上面這個也會有四顆電子 但間接的方向會有一顆 會有一顆電子跟它重點 所以就間接在 對C孔C孔原子是這樣 所以現在呢 如果你看第四個 看我們這第四個原子 比如說你看這第四個原子在這裡 你看這第四個原子的時候 我再把它插掉一下 你如果看這第四個原子 看這一個原子 這個原子呢 你看它下面呢 有一根 兩根 後面還有一根 所以上面留下 只有留下一個 一個 只有留下一個電子 還沒有見解 所以留下一個電子 是在這個方向沒有見解 留下一個電子 在這沒有見解 所以這就是我們 四孔一一平面 對原子結構來看 它是個六方對稱的 Hexagonal lattice 對電子來看 它有一個電子 沒有滿足 會在上面搖搖晃晃的 那我們就仍然把它叫做 Dangeline Electron 就是我們上一次所跟大家談的 我們仍然把這顆 電子 叫Dangeline Electron Dangeline Electron 我們都要把這電子叫Dangeline Electron 換句話說它穩定不穩定 它不穩定 我們在四孔一一零之後不穩定 你就會尋求跟人家結合 所以不穩定 那我們這表面的四孔一一一 One by one 它就不是一個穩定的結構 它叫ideal surface 所以ideal就是 實際情況沒看過的 所以ideal surface 不過為了要了解它 我們先再跟它複習一點點 所以我們說上一次我們跟它講說 表面如果不穩定它會重整 我們說表面有所謂的 worst notation 這 worst notation 就是現在有四孔100為例 它就是四孔100 100那就 square lattice 然後我們有所謂的 surface 表面的除以bark 所謂A surface 我們可以找V surface 當然我們也可以找它底下第二層的 底下第二層我們要叫bark 然後後面的rotate多少度 這是我們 worst notation所談到的 所以對四孔100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表面的周期性結構 從這個地方到這變成長方形 跟原來的不太一樣 因為原來的不是長方形 原來是正方形 小小的 怎麼知道正方形 就看下面那一層 下面那一層 所以你就會發現A變成兩倍 是表面在上頭 所以表面比bark 就在這個方向它就變成兩倍 然後bark在B方向跟Surface 是同樣一個就2 2 by 1 Ceta是0度所以沒有 所以我們這表面我們叫做 Silicon1002 by 1 現在我們要用同樣的觀念 來看我們的ideal surface 我們ideal surface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Silicon100 by 111 那我看看它是怎麼看的 所以我Silicon111 我現在重新再思考一下 我要先選過它的unit cell 這個unit cell我們選過它 在這裡我們選這個 這是primitive unit cell 因為這個總共只有一個lattice point 在這個lattice point 我擺一顆原子 是一孔原子 它就變成是一孔111 the surface 那它的bark 我們就下面那一個 我用另外一個顏色畫給大家看 這個就下面這個 所以我仍然可以找出A軸 B軸寫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上面也有所謂的A軸 B軸 其中紅色是代表surface 藍色代表bark 所以我現在在畫它 變成Silicon111 surface A surface 紅色除以A這個是1 B的紅色跟藍色都一樣 所以就叫Silicon1 by 1 所以看到1 by 1 就知道應該是ideal surface為主 這個是它寫的法子 有了這個以後 我們就想說 哎呀我剛剛 或是我們上了一堂課 跟大家講Silicon100 2 by 1 所看到的是 緩金格的頂似圖 所以現在呢 我就可以做假想的 ide的實驗 因為只要畫出它的頂似圖 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決定呢 做一個很簡單的畫法 這畫法呢 就畫出它頂似圖 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左下方這個樣子 所以我現在畫一次給你看 讓你知道頂似圖 為什麼長這個樣子 那 我先把表面的這拿下來 所以我們會找個unicell 這unicell是A跟B 所以你說那頂似圖怎麼畫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一下 它的緩金格是怎麼寫的 所以我們有A star 等於B cos C A dot B cos C 對不對 B star 等於C cos A B dot C cos A 沒問題吧 那東西我把這個移過來 因為我空間不大 所以我們A star 就會等於Volume Volume 因為我們說這三個向量 乘以Volume 可是明明它只有兩個向量 怎麼辦呢 所以有一個法子幫助我們思考 我們就把C軸把它改成為單位向量 這是我們一般思考的方式 C軸改成一般單位向量 不影響到它所有的 那你就發現它接出來解釋一樣的 當然你也可以重新另外去define 一個兩度空間的A star B star的definition 除外也是類似的答案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當作你的動腦筋的題目 不過現在你用我這個法子 假設它是單位向量 這時候B cos C C是垂直方向 所以B cos C會跟誰垂直 跟B垂直 所以我現在畫一個不同顏色的 所以B cos C就會往這個方向 所以B cos C就會往這個 所以我們A star就會往這個方向 所以大小呢 這個是因為是AB相處 所以這個大小你可以算一下 所以我們B cos C 所以我們這個有個B cos C 單位向量在這裡 放在往那邊走 B star呢 等於Volume 然後呢C cos A 再向量 所以我們C cos A會往哪個方向呢 C cos A就會往這個方向 垂直方向 這是我們B star 其中呢因為AB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A star和B star 大小會一模一樣 那大小就是我剛剛所寫你自己去算 不過呢它大小會是一樣 換句話說 我們畫出一個 新的Unity cell在動量空間 我把它畫出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個E 0 這邊有個01 這是什麼E 0 這是什麼E 0 這是什麼E 01 容許我把這個擦掉 幫助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我們會有一個E 0 這邊是01 那現在呢 那11呢 11就這邊走一個 11就在這個地方 負10呢就跑到這來 0負1呢就跑到這來 這邊的負1負1負1 這邊的負1負1負1 那我們就會得到什麼 六角形的反金格 對不對 但這六角形的反金格 跟我們一樣六角形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把它連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把它連起來 我用什麼顏色連起來 用綠色連起來給它看 六角形就在這裡 我用這個來連好了 六角形是這個 這跟我原來原子結構六角形不一樣 因為我畫原子結構六角形 給大家看一下 原子結構六角形 我現在 六角形就不是一個 unistate可以handle 所以變成這個 這裡來 對不對 這六角形 這六角形跟兩個 跟紅色是原子結構六角形 跟我綠色的反金格點六角形 不同在於 六角形會有個尖尖的 這尖尖的地方呢 這個是往上的 這尖尖的地方是斜的 是斜的 是斜的 另外一邊的尖尖的地方是斜的 這個是往斜方向走 所以尖尖的地方它旋轉了30度 它有旋轉 它有稍微旋轉一下 這個是它中間最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下面這個是所謂的 反金格的 反金格的點 這反金格點六角形 它畫的是綠色的 因為我們下面要跟大家講反金格 為什麼要畫反金格 因為立的會長成這個樣子 理論上 但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立的比較特別 我們以為是ideal 可是我們事實上看不到這個立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兩點中間會多一點 兩點中間會多一點 所以我們會看到右邊這個圖 事實上我們看到右邊這個圖 就是我有個A star方向在這裡 B star在這裡 我A star中間多一點 多一點 就過成了我們像這個 結果原來六角形對稱變成什麼長方形 哎呀很特別 它怎麼變長方形 明明是六角形 怎麼會變成長方形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是你需要了解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所以當你在空間的時候 你發覺 在lead的pattern上面 有六角形的對稱 變成長方形了 到底怎麼回事 就仔細思考一下 其實就在A star的橫軸方向 這邊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因為你現在已經知道的 在實際空間大 環境空間就小 實際空間小 環境空間就大 所以現在在實際空間小小的 就開始重複了 代表實際空間裡頭 周期性變成兩倍 實際空間變成兩倍 在環境空間就縮小了 所以你就發覺 有可能是2x1 為什麼呢 因為A軸方向變兩倍 V軸方向 V star方向沒有變 所以應該最可能是2x1 因為2x1大概就這個 所以就有人去做實驗去驗證 出來圖大概就是這個 這告訴我們 實際上 在Silicon 1x1 2x1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把這個擦掉 讓你可以好好比較一下 就是 我們有跟大家談過 Silicon 1x1 因為上面有個Dangrelation 所以不穩定 不穩定那怎麼辦呢 那就早辦 本來說外頭有氧的話 就跟氧吸在一起 因為Sil2很穩定的 Silo C跟氧結合應該很棒 也很穩定的見解 但現在找不到氧 所以只好自己跟自己做辦 做辦的法子 就是 竟然後來發覺 其實是1x2 1x2這個 往上挺出來 然後 這個1 往上挺 4往下掉 竟然是這個樣子 4會往下掉 4會往下掉 因為這個樣子架構 會讓我們知道 見解 見解有所謂的拍棒見解 原子在這裡 然後 如果它有電子 電子的 π electron見解 這叫拍棒 有π electron見解 立起來 這見解在一起 那這個要 鄰居比較容易見解 所以你看 這個就跟這個見解 這跟這個見解 見解 見解 我如果把它發下來 這個其實上面就會有一個電子 π electron 在這突然 這有π electron 拍在上面 所以這個跟這個見解 這個跟這個見解 見解 見解 那這個是π electron見解 然後 像不像一個鏈條 很像 所以我們把它叫π chen 我們叫π chen 所以π chen 談的就是談 這兩個 一路一路 就有個π chen 所以這個叫做π chen model π chen的模型 這模型見解呢 告訴我們 如果是這樣見解 那週期性呢 就會變成為這個 長方形了 週期性就變成長方形 週期性就變成長方形 也難怪這長方形呢 我緩金隔點呢 比較長的 緩金隔空間呢 這就會比較短 比較短的緩金空間 就比較長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 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我們的緩金隔空間內 就會變成長方形 那 這是 後來瞭解了 那我們這個 把它叫 siccone one one two by one 到這沒問題的 請舉手 那 我會問說 一個深入的想法 我們比較深入一點想法 那老師啊 你用 oost notation two by one 現在原來是這個菱形 原來是這個 不是 原來這是六角形的 這個看起來 有點像菱形的這個 原來是這個 那現在長方形 你這 oost notation 怎麼寫 2 by one呢 怎麼有2呢 不對 oost notation 的話的時候 我們知道的是這個 但我們在畫它的時候 我發覺 unicell有很多種畫畫 我在這邊呢 就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的unicell 如果把它切一半 我把它切一半 這個 跟這個 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發覺呢 這 A surface 這麼長的A surface 會有我們原來的 下頭的 就原來下頭 這下頭 就會跟我們下面的一樣 下面的這個 A bug 所以A surface 跟A bug就是兩倍 所以我們四孔 1x1 這是2 這B軸方向 跟B軸方向是一樣大小 就是四孔 1x1 2x1 所以我們仍然一樣的 A軸的Surface 跟A軸的Bug是平行的 V軸的Surface 跟B軸的Bug是平行的 你如果硬要把它當長方形 跟靈形來比 你自己找麻煩 所以總是有個法子 你可以找到 Woot Notation 可以就直接寫下來 這Woot Notation的漂亮之處 就是很簡單 越簡單的東西 才可以傳得越久 像我做研究 早期學生 如果用電腦摔 很複雜的公式 然後用Simulation算一算 大致上傳不下來 很難傳遞 很簡單觀念 可以傳遞下來 這是Woot Notation的漂亮 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這樣對Siccone 1x1社會有點了解吧 沒問題的請舉手 所以有了這個以後 你的老師 你為什麼不用立的 Pattern給大家看 因為我給大家看的圖 或未來會看的圖 很多都是我自己 有版權的 是我自己學成做的 但有一些這個 我想說你上網就可以很容易查到 下面我們看一看 Silicon 1x1 Silicon 1x1 錶面有一個 Silicon 1x1 7x7 請大家在這邊寫7x7 我這邊應該寫 Silicon 1x1 7x7 好 在海邊 Silicon 1x1 7x7以前 我要跟大家 講一件事情 好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在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去做研究 有學長就帶我做實驗 一般大概都這樣 學圖式 大概有點類似 研究手 常常是這個一樣 除非你也特別厲害 他就把實驗技巧告訴我 四片他也預備好了 就拿Silicon bar 有個Silicon bar 一根棍子這樣 長長的 它不是三角形 它是正方形 正方體 那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就把它拿到真空裡頭去 那要把它 批裂面 批裂面 是Sicc1x1x1 對不對 那你在真空裡怎麼批裂 你不能把真空打開 用手把它打過去 不能這樣做 所以你就拿個刀片 這刀片就慢慢移過去 後面要頂住 它這樣移一下 啪一下 才會裂開了 裂開以後 瞬間看的V pattern 就是Sicc1x1x2x1 這真空裂開 如果你現在 再把它升高溫度 我把 加個電 我現在如果 我現在通通 有個通過來 這邊加個電壓 它電流就通過 因為電阻比較大 是在Silicon Silicon 就開始慢慢變暗紅 慢慢變紅 慢慢變紅 變亮 有點白熱的話 突然亮很強的光 你就眼睛眨眨 不要看 那時候大概在七八百度 你不要看太久 七八百度 等它時間 你媽降下來 時間降下來 奇怪的 表面的Service Sicc1x1x1 2x1 不見了 它形成另外一個Pattern 這個Pattern 叫Sicc1x1 7x7 這Pattern 長得就像下頭這一個 明明原來 我們剛剛講的是 所謂的A star B star B star 那我們突白萬事這邊多一顆 現在不是 現在七等分 一、二、三、四、五、六 七等分 中間總共有六顆 把它切成為七等分 沿著這方向也是七等分 換句話說 我們在反金格的 反金格的重複單位 是這個嗎? 那麼小小的重複單位 那跟我們原來是一種 one by one 有很大的差別 現在重複單位 現在重複單位就這麼小 好 就這麼小的重複單位 小小的 我畫一個好 重複單位 怎麼弄 東西我改變一下 好 我把它畫很大 這個是我們做實驗的時候看到的 這麼多亮點 這麼多亮點的時候 你就畫unicell 你可以畫小小的 比如說你可以畫這麼小 這小小unicell 跟我們原來大的是不一樣 我們大的就是藍色這一個 所以它的空間距離變成七倍 七倍 這是原來one by one 那這個在我們這邊變成七分之一 重複一次 這在lead pattern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在實際空間內就會七倍長度 七倍長度才會重複一次 七倍長度 七倍長度 換句話說 在實際空間內 總共有多少顆原子產生變動 會造成silicon one one seven by seven 一個unicell多少顆原子 請問一下有多少顆 請問一下有多少顆 因為我剛剛聽說有獎品 這個獎品可能比不上0.5分 不過這個也很實用 那有誰要嗎回答 四個one one one seven by seven 一個unicell多少顆原子 有沒有要回答 我順便送給你女朋友或男朋友 送一對 這個很有意義了喔 你跟他講說你上課的時候答對了 他會把他保留在裡頭 因為你把你最心愛的給他 有沒有 有沒有要回答 有幾顆原子 這很簡單的題目 小學生都會算 一顆 一顆 對不起啊 大學生不會算 再來一次 有多少顆 四個one one one seven by seven 多少顆原子 重複一次 一個unicell多少顆原子 多少 七顆 喔喔 大學生還是不太會算 幾顆 三顆 三顆 不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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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unicell多少顆原子 重整 才有辦法過成 四個one one one seven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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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one one one 三個是不是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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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你就算三顆 不是 seven 還有沒有 很簡單的耶 很簡單喔 好 那我把題目改更簡單一點 你最熟悉的 你剛剛比較熟悉的 請問一下 sign one one two by one 在右手邊 two by one 一個unicell多少顆原子 知道請舉手 幾顆 兩顆 這只能給你 因為題目簡單一點 那個助教來協助 不用不用他這裡來一下好了 可是聽說不能在錄影機裡頭 哈哈哈哈 不客氣 我講話算話好了 對不起 對不起 董哥 對 記得要送給女朋友 如果現在還沒有女朋友保留住喔 他應該只有一個女朋友吧 他應該只有一個女朋友吧 所以現在sign one one seven by seven 請問有幾顆 這一次要給一支原子筆而已 請問有幾顆 one sig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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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by one 有兩個原子 看就知道 這urysel這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這加一顆 所以兩顆 請問sign one one seven by seven 幾顆 我要拿著獎品才會吸引大家的樣子 是哪幾顆 幾顆 49 49顆 對 很簡單 對 很簡單 7 by seven 他就7乘以7 749 2 by one 2乘以1 就等於2 請問如果有一個 the pattern是2 by four 有幾顆 就2乘以4等於8 請問這是 國中海巧也會教的 大學才會教 答對了 大學才會教 說的也是對的 所以49顆原子 你怎麼樣去建構 你已經知道環境的空間 跟實際空間之間的關係 可49顆要怎麼排呢 那要靠你的本事啊 我非常佩服 日本人真的是厲害 日本人真的是厲害 我們 科學家提出一個叫做 DAS-model 他叫Dimer Ademptance Staking Fort model 他就 發表了文章 在大家還沒辦法 測量他的時候 只是間接的知道 他就告訴你 7 by seven長這個樣子 他長這個樣子 很複雜 不過我們看看什麼叫Dimer 所謂Dimer就是 Dimer 你知道什麼叫Polymer嗎 M就是一個單體 Dimer就是兩個 兩個Polymer就是多的 所以高溫子 有人把它叫聚合體 Dimer就是兩個兩個併在一起 長邊會兩個兩個併在一起 在邊邊這有兩個兩個併在一起 兩個兩個併在一起 兩個兩個併在一起 這兩個兩個會併在一起 等一下我用不同顏色 兩個兩個併在一起 兩個兩個併在一起 這叫Dimer Dimer 而Dentum就是 有點像我們 這個地方 這四個EEE平面 上面有一顆原子 這原子放在上頭 我們就把上面這顆原子 叫Dentum A-D-A-T-O-M A-D-A-T-O-M 就是上面它就坐在上頭 這denton 你就會發覺 最表面的原子有幾個denton 這個通通都是 藍色的通通都是 這藍色通通都是 那我再把它擦掉 什麼叫staking fault 我們在疊它的時候 雖然是silicon dimensifier 但你看它還是一樣有abcabc的結構 我們在疊它的時候就會發覺 我cicon在疊它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疊的 這邊有一個 這邊可以疊下面疊 在下面那個可以疊在這個下頭 最下面疊的是疊在這三角形的下頭 那這是最下面哪一層 第二層是在這個小的是疊在這兩個下頭 第三個第四個是疊在這三個的上頭 所以一路一路疊下來 它有所謂的三個位置 這三個位置我們分別叫abcabc 現在如果你看到這個地方它疊 它也有疊了三個位置 它也是疊 我把它拉下來了 嗯